好啦,你要做过据点啊 我们要有安全社交距离 对不起 来,会看得到你 我把它移过来一点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胖达来了 好久不见的胖达 我先分享 然后最近大家都已经下定决心 就说胖达短时间不能出去 我们就要常常的发他来上通告 跟我们分享一些国内的地方 哇,这声音好大声 现在是有秒差,对不对? 所以今天胖达要送我们一个非常棒的礼物 拿给我看一下 来,这个要送给大家 对,今天这把伞是高科技的阳伞 尤其是最近已经天气飙到 昨天飙到35度 那这把阳伞是非常棒的 而且它是高科技的布料 待会请胖达帮大家介绍一下 价值不菲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只要看我们的直播 同时分享 花冬好棒棒 花冬好棒 今天的通关秘语是花冬好棒棒 然后就会胖达在节目最后 你们大家不要离开 胖达就会帮大家抽出这支价值不菲的 大牌也有一支 大牌是这一支 对 好 然后这个是蓝天白云啦 这个是比较几何不安 蓝天迷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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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迷彩也漂亮 因为我以前是蓝天迷彩也漂亮 因为我以前是蓝天迷彩队的 牌柱 那现在要不要跳一下 我都说我是蓝天迷彩队的牌柱 对真的 很漂亮哦 这把伞 我也有后悔了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 那你现在还没有开始讲 那把很好 我觉得它的伞都很漂亮 这以前胖达自己在做伞 对不对 我在卖伞 对他在卖伞 所以今天把他的私房货 我是蓝天迷彩队的 蓝天迷彩队 现在还在卖吗 会帮忙啊 会帮忙 OK 好了 我们就要聊花冬 欢迎大家来分享按赞哦 好的 ALEC Radio 中国流星网 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刚刚跟各位报告了一下 现在就是所有的达人都出门出不去 现在只要往外飞 基本上都是妖孽跟罪恶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就安分的守护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宝岛台湾 同时呢 也让这个我们的达人朋友呢 就跟大牌一样 可以充分的看一看台湾的美好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旅游魔人 胖达来到了节目当中 胖达好 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三个月失业的胖达 你这不算失业吧 我真的失业了 你不缺啊 我缺 我缺 所以你会缺的三倍券吗 三倍券 你说那个 领啊 我才刚刚那个什么 就是行政院纾困的领队补助款三万块博下来了 真的哦 对 你还有领到三万块好棒棒哦 但是我换冷气换了四万块 好啦 但是这些都是名声必需品啦 还是很重要的 但胖达这段时间都不能出国 什么心情啊 其实蛮沮丧的 我前阵子还沮丧到睡不着 然后一想到卡在欧洲的钱 然后卡在航空公司的钱 真的是睡不着 真的哦 我现在终于知道 因为你知道他们其实真的 本身要先压好大一笔资金在里头 我已经七位数了 而且不是 百万哦 不是一的七位数耶 哇 对很可怕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 那个胖达带的都是高端团 而且其实都是这 对 我说的真的是高端团 就是吃香喝辣去里行 吃好玩好住好 就是品质不错的团体 对品质不错 不过现在还不错就是 我觉得我很谢谢我的团员们 他们就知道我被困在台湾很可怜 所以你知道吗 就赏饭吃 赏饭吃我四月份就被带出场了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那个明恨酒店的小姐 哈哈哈 四月份就先被带出场去了一趟花莲 然后不久就上 就前几天啊 我又被带出场了 去一趟台东 所以我花东就这样子玩玩了 哇好爽啊 下次谁要带我出场 OK哦 是哦 那个而且保证有吃有喝有玩 对吧 嗯 真的我会娱乐大家没问题的 而且他是蓝天义工队的 嗯 我是哈哈哈哈 因为我是以前在当空军嘛 然后客人就说哇你好火宝 我说对啊我以前在松山基地指挥部 他说那一定是蓝天义工队的 所以这个笑话就是这样子来的 真的我觉得他如果在当兵的时候呢 真的参加这些义工队 他一定会是台主 我一定是啊 我现在也是啊 现在也是啊 好今天为什么叫蓝天义工队呢 今天在我们脸书上的朋友非常有福气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脸书上面的分享跟直播的部分 对没错 所以呢如果回去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那个胖达今天带来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 嗯 那这个礼物呢就是因应现在台湾其实是 70多年偶对雨 酷热的夏天 昨天到35度 对没错 所以我今天带的礼物就是 如果你在脸书直播间的话呢 你刚可能有看到就是 我今天带了一个目前台湾高科技 就是那个台硕四宝其中一宝叫佛帽 他们是专门做这个尼龙布的 然后他们的一个高科技布叫做那个降温的散布 嗯 那我们我们能够跟你那个保证说 如果真的大太阳的话 散下的温度跟散外的温度可以差到8度 哇这个真的超级神奇 那所以我就想说带来送给大家 因为我这次去台东玩啊 嗯 我跟你讲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随身带科金城武术 哈哈哈哈哈哈 好热喔 随身带科 因为台东是在金城武术的这个发源地嘛 对对对对 然后金城武就在那里纳凉 现在我们随身带这一颗蓝天白云树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呢 在脸书直播间的观众朋友的话呢 我想要把这个散 待会我们会通关蜜就是花冬好好玩 是 那你知道是打上花冬好好玩 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 是 那我们待会的话呢会抽出 对我们主要也是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其实可爱的花冬有多么好玩 所以也让大家呢 把我们爱台湾的这个 我这一次去了花莲台东以后啊 我真的对东部大大的改观欸 我甚至于真的还问了旁边的朋友说 来塔专买房子要多少钱 哈哈 我也上个月的时候 在花莲问了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 是我觉得好山好水好舒服 真的很舒服 对而且我觉得你知道 我的欧洲的朋友啊 常常会很羡慕我们 住在台北的呃就是住在台北的我 他说 嗯 天红国 哈哈 我们做个我们做个捷运 我们可能就是呃一个小时以内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淡水河出海口 那我们可能做个做个公车 做个捷运的话 我们就可以上到阳明山 嗯 他说住在台北市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因为你都在一个小时左右车程 就可以看得到山 看得到海 对他的生活是便利的 可是我这次去了花冬以后啊 我心想哇不用一小时 你往左边看是山往右边看是海 好胖哦 所以我对这次花莲的印象 还有台东的印象非常非常好 其实为什么之前我们都知道说 花冬是个好地方 可是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比较 不太容易往那跑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高铁 对没错 所以他是台铁 要不然你就可能就是自己开车 那这次胖达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管你怎么去 你都值得 一定值回票价的好玩方法 而且现在其实很快就到了耶 好 像我们这次 要进广告了 一直画他的圈圈 他还是要说 我们休息一下来 听听陈建年的台东新兰花琴 马上回来 好了 好玩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伞长怎样 我们等一下要送 可以讲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可以了 就是直播就是在那个 收音机不能讲 这个呢 是就是国内非常有名的 一个叫rain story 他们出的雨伞 rain story就是下雨的故事 就是下雨的故事 那我三不五十也会帮忙 卖他们的伞 然后他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是降温伞 这个专利 目前只有福帽有 然后他这个伞 这个可以插到八度耶 这个太神奇了 而且呢 我跟你讲喔 以前 如果你家里啊还有那种 跟我今天的衣服好配喔 好 好啦 如果你以前呢 有买这种降温伞的话 你要注意 因为以前的科技的话呢 用的这个是叫做佛铁龙 它会有一种毒的味道 所以在太阳晒的时候 而且是塑胶出来的 你吸久了啊 我告诉你喔 BMI 不是啊 回心不出来啦 又生不出来啊 就是会有一些后遗症啦 了解 可是这个新的就不会了 所以今天要送给大家 所以记得直播间的听众朋友 只要打上花东好好玩 我们待会的话呢 会在节目的最后呢 抽出一个 就是拿这把伞 对 这个一千多块钱 哇 那现在其实我们真的 在这个直播间 我们没有卖啦 但如果说朋友想要买 可以去哪里买呢 可以找我买 哈哈哈 那就直接 小心小心 可以直接找胖达的 可以可以 脸书上面 然后就直接问 或者是去全省专柜买也可以 那如果 Rain Story 那我先跟大家讲 稍微讲一下 你也不见到 买Rain Story的品牌 那我最推荐的是他们 第一个就是散布 这个布料啦 布料 主要是那个布料 第二个就是轻 你知道这是很轻的科技 它的那个 六支散布 可是呢 它这个是铝棒 所以它的轻度 会比其他的散来的轻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就是又轻又好 又降温 而且它的花色都好漂亮 yes 你的也很不错 我觉得我这支也很 有个性 对 我自己也有这支 是吧 那我们下次打情人伞 哈哈哈 所以有兴趣的评论朋友 等一下就可以 可以 可以上创达的网站上面 也可以看一看 或者是等一下 我们会抽出一位 希望你可以 顺利中奖 好 好我们现在好多朋友 哇 花灯好好玩 好多 已经养三百位的朋友了 哇 那个 Will 谢谢 谢谢你送了我五十颗星星 现在好可爱的 朋友们都可以送星星了 真的耶 对啊好棒喔 是送我还是送你啊 不是送我啦 我又没有开 我只是分享 因为你有分享啊 对我只有分享 感谢感谢 然后大家都好棒喔 欸 你看我的小狐狸也很可爱 对 对 我给你们看 我到前面 那那个小狐狸是什么意思 也是你卖的吗 这是人家送我的 你看 有没有看到小狐狸 有 好可爱喔 这怎么长得像猫呢 这一只 像狐狸 这是法国的一个牌子 这是我的事 欸我跟你讲 我这次啊 今年生日的过到我都快昏头了 每天都有人 什么时候过生日的啊 昨天 昨天 Happy birthday to胖达 谢谢 那难怪我有请你吃那个苹果面包 花灯好棒棒 然后跟着胖达去游花灯 慧玲 燕春 然后 Peter 然后燕文 传荣 长柱 施韵 长柱 然后May 还有亮影 哇这些都是我们的很可爱 宜兰 来了 艾玲 柚子 我如果说没有办法 Caroline 如果我没有办法全部把你们的名字叫到 就大家都知道我正在仔细的看着你们给我们的爱 现在有两百八十几位 对 对 好强大 那如果再 突破三百 那再送一只好不好 好 谁动啊 当然是胖达了 不是你吗 我只有这一只我没办法送我舍不得 我们现在有那个直播台 李董 你看这样子怎么办 这样以后我们来合作好不好 对 李董你看这样怎么办 就在加码 谁家里董 像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夹吗 可是当初那个会议不是这样开的 达人带你来到台东花莲放松的旅行 嗯 那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 这个就在耍宝 没有在耍宝 我们在很任何介绍待会抽奖的礼物啦 对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但我想说其实刚刚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脸书上留言说 其实现在去花东并不困难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一次 梳花改 首先我们先讲交通好 第一个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 现在有梳花改后 那梳花改的话呢 确实缩短了就是东部的距离 是 那第二个如果你选择坐火车的话呢 也很方便 像我记得我们两次都是坐什么 一个是普庸马号 一个是泰鲁格号 那这两个 不认识我都是 还有志强号吧 志强号普庸马泰鲁格三个火车 那普庸马的话是真的很快 我们到花莲到台东的话呢 都在三个小时多一点点 两个小时多 两个小时多 三个小时到台东 所以其实真的很快 当然最快的选择可能是坐飞机吧 就是40分钟就落地了 所以突然觉得就是花东变得好像 现在还有飞吗 有飞吗 有飞有飞有飞 还是有飞 突然就觉得花东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到达 那加上现在国内的运行趋环 你知道我两次的感受真的很大不同 我们四月底的时候去花莲 那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要说叫偷偷出去玩 因为呢整个车站都没人 我们到了那个花莲的时候 车站都没有人 偷偷偷我们都黏手黏脚的 奇怪这也是哪里都没有人 可是呢你知道我们刚回来这趟旅程呢 哇去城火车大爆满 是不是 而且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我昨天前两天从那个高雄回来的时候 也是整个高铁都爆满 对啊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现在那个大家已经开始回暖了 回暖了 有旅游的景气 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之外的话 因为车上现在是不能饮食嘛 所以 六月一号开始应该可以了吧 六月一号开始可以了 然后前两天还不行 对还是不行 就我们回来说还是不行 你知道吗 我从五点多 饿到 九点多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坐这么长时间的车 我们回来坐的是自强号 就行的再比较多 然后好玩的事情是 我们就忍不住偷吃洋芋片了 就我们超像做坏事的小朋友 就一直吃吃吃 就呢 那个占物人一走过去 我们马上把洋芋片丢到地上 闭嘴把钱都能不敢动 然后轻想说 我们只是吃个洋芋片 又不是杀人犯火 我们那么紧张干嘛 但是人家规定你不能吃嘛 对啊对啊 不过现在终于解禁了 就是车上是可以吃东西了 那住宿的话呢 你知道我这一次呢 对这个花莲或是台东的住宿 有很深的体会 先讲我像四月份的花莲 我们住了两个很特别的饭店 一个叫做三月春 它是泰鲁阁国家公园为厄的 就是所谓的 就是有旅馆规模的这样的饭店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最有名的泰鲁阁金银 那价格非常的昂贵 那这个三月春的话 我觉得它的CP值很高 怎么说呢 三月春的话 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村长 就是真的就是 你知道这是一个BOT 就是它跟政府标到的这个地方 然后经营 然后它全都用原住民 然后再过来的话 我觉得呢 就是有当地的就业机会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很厉害 而且呢 除了就是都自己做饭做菜之外的话 它还帮忙 就是安排他们 就是每天晚上都有所谓的 引火的节目 都有所谓的晚会的节目 让原住民呢 可以呢跟所谓的住客们 介绍他们的文化 介绍他们的饮食 感觉上是封年纪的小型呈现 对对对对 然后再过来的话 每个房间都是一栋一栋的 这个小木屋 那有点像Villa 很有味道很像Villa 据说当年就是有一位就是跟我跟我还不错的青霞姐 林青霞姐 没有啦 我只是在香港 还不错 遇过她两次 然后呢 她都选择住在三月春 就这个地方 还有中美青 就是前总统夫人 中美青 也都选择住在这三月春 所以三月春对我来说 我觉得她是一个闹中取静 而且真的在幽静的山谷当中的一个饭店 而且她附近有好多所谓的古道 那我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很早一早 就一早早六点多起床就去走那个古道 哇你知道太五个国家公园呢 还没有游客的时候 真的好舒服 early bird 就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清幽 那再过来的话呢 这个旅馆的话呢 她的那个原住民风味料理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你看我们现在惠林刚刚就在说 花东好好玩 现在那个原民的餐饮非常棒 对啊 诶我跟你讲我这次呢 马道 对我这次在台东 吃到了一个原民餐 也好让我惊艳喔 而且我发现 你会做菜吗 我会喔 我前两天在脸书上做咖喱的 都占不绝口欸 但我都做的比较简单啦 那你知道我就是 原民料理的食材你认得了吗 认得了几样东西 太好了来分享 呃 鸡鸭 有个鸡鸭 我会记得 是放山鸡鸭鹅 还有猪啊 对 放山猪 好 那这个第一个住宿 我们先把住宿讲完 所以这个住宿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三月圈 那另外的话呢 你不要以为台东花莲一带 没有高级的饭店 有哦 有哦 据说就是明年的话呢 就是国际集团 六三集团 六星集团 六三集团 六三集团 就要在日本开了 对 那现在还没开之前 我们这次在花莲的瑞瑞 住到了一家饭店 天河 对 我也去住了 我觉得它就是古堡 而且它晚上还放烟火 对 哦好有味道 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少没烟火 真的不好意思 而且我告诉你它还有宠物房 没错 然后它的美食都好好吃 对它东西好吃之外的话呢 再过来的话呢 那个什么 它的住宿环境 像我们的房间啊 嗯 那个房间里头就可以泡汤 对 那个房间的就是泡汤的这个设计啊 什么都觉得不输台北这些五星级饭店 我原来其实不太泡汤了 但是我就是去了那个瑞瑞天河 自己房间里有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去泡那个下水饺 就是让大家看到你走样的身材 所以你看我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第二天check out的时候再一次 很满足 而且真的是做的不错的饭店 它有好几栋好几栋 然后它在饭店里面的话呢 它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亲子饭店 所以有什么儿童赛车啦 而且它有滑水道 就是很多一些设施 如果接下来暑假7月15号 开始放暑假的话 如果爸爸妈妈想带小朋友去花冬玩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它附近就有一个瑞瑞农场 是我也去了 也棒 所以我自己觉得花莲这几年 有这样的一些饭店诞生之后 让我觉得也许诞生很久 只是我都没去 但让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是对花莲住宿的印象的改观 那这个对台东的住宿印象改观的话 这一次我们都住比较 都是比较像民宿的这种饭店 它不是饭店 那主要就是我们朋友们想要住民宿 那我们第一个在花 是圆明的民宿吗 很有味道的嘛 不是就是 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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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唐人 我不是汉人 我唐人 好就是就是 就是你整个人 平地人 我带巴桑 我带巴桑 然后呢第一个民宿我觉得蛮推荐它的 它叫做愿景 愿望的愿 然后水景的景 它是一个女孩子 然后她跟她的老公两个人的话 因为喜欢旅行认识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有一天写下了一个愿望 说你们的愿 彼此愿望是什么 就没想到大家写下愿望 都是希望能够住在一个看海的房子 就盖了这个饭店 那这饭店呢好有一国风景 我跟你讲我的照片 每个人都说好像在国外 好所以待会呢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就是直播广告的时候 大家其实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胖达的照片里面 应该都有嘛 如果待会呢其实持续分享 要记得胖达说到三百人以后呢 他会再送一只伞 哈哈哈哈 我们休息一下嘛 谢谢秀妍姐的斗内 哈哈哈哈 好看啊听了好心动对不对 是啊 好慧玲 愿景很棒对 我也觉得愿景啊是我住过 你知道其实我没有很多民宿的经验 嗯 但呢还真不好 我的民宿经验都不是很好 真的哦 反而这次的愿景让我对民宿大大的改观 你知道因为是朋友带我去玩 所以我对民宿的感觉并没有 嗯 敏慧 还有Jean Carol 还有 哇 好多朋友哦 很多朋友 富 富春 王 王富春 王富春 对 Miffy 你好 Miffy 然后Caroline 珍珍 Tanya 你好 Jesse 大家都是来抢雨伞的 都来写说 其实大家都爱胖达啦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冲到三百人就送哈 好我在 我在 我在哪一只咯 只能讲 不要啦 那个太太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标准 没关系啦 对 让胖达的那个就是 分享是值得的 嗯 而且大家其实真的啦 支援一下就是 那个 以后的饭店这些都可以用这些 三倍券嘛什么的 对不对 可以吗 我觉得饭店是可以 就是你它刺激你消费 吃饭夜市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用去缴税 然后不可以用去 下股票 不可以用去 就是 玩 那个 富房贷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我给你讲 拿不了房子吧 三千块 哈哈哈哈 其实只有两千啊 对只有两千 对对 那个愿景民宿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 很有特色的民宿 然后另外 你要在节目上讲啊 Eric 哈啰 所以你要在节目上讲 你现在讲完了 待会节目要再讲一次 也是 好吧 那赶快叫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直播间 我们还差五十个人 就会到三百个人了 谢谢你的星星 到三百个人 我们就再送一把一扇 对 对 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都是从胖达的脸书上过来的 因为他只要一分享的时候呢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想要看到胖达 平常你自己直不直播啊 我很少欸 所以你应该没事就来 我们帮你直播 而且你看我们有那个网红灯 其实有点小 因为呢你知道我现在截区过生活 我家里很少开冷气 来这边可以吹冷气 中广的冷气一定强 因为我们的机器都怕热 所以人有时候会冻死 所以可以来这边吹冷气 那我可以安排一个桌子在这边 也可以啦 我们小蜜是特别喜欢你 每一个主持人都跟他闲聊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你就来上班算了 没 不行 我们在我们门口摆个摊子卖雨伞 不错 I like radio 中文来信网起离世界 我是秀远大牌 欢迎再次回到今天旅游摩人胖达带来的台东花莲放松的旅行 其实这个就好啦 像我这次去台东 我住的第一个民宿叫做愿景 愿景的话就两个夫妻 因为他们想要住在一个看海的房子 就盖了这个民宿 那因为两夫妻的背景就是爱旅行 所以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味道 像我这次住的 你选的是希腊风? 不是 我本来选希腊风的 后来被做掉了 那你就是土耳其 接近了我选的是Glanada 你去过吗 Glanada 然后我们把整栋民宿包下来 所以有人住的是摩洛哥风 然后整个房间都是红色的 所以他们都去过这些地方 就是因为去过 所以才把房子布置成这样子 有希腊风的 然后爱琴海风 爱琴海风就是希腊风 然后他每个房间都很有味道 然后还有印度风格的 所以呢住在这个饭店里头的话 住在这个民宿里头 大家第一个到了 第一个就是参观彼此的房间 那晚上的话 他都可以拍照打卡分享不同的 对很漂亮他房间真的漂亮 那晚上的话 就民宿的老板娘 就自己做这个料理给我们吃 那因为我们刚好 也是异国料理吗? 就是混搭 就真的是混搭 Fusion 但我自己觉得做的好吃 早上特别印象的是早餐 本身他的老公是英国人 所以他做了英式的凶饼给我们吃 就是那种吃起来QQ的 真的不是松松的 不是硬硬的 那我喜欢那个QQ的 感觉里面还有点麻糬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可是没有麻糬 就是做起来QQ的 那是松柄粉的关系 可能不一样的松柄粉 但好好吃喔 好好吃 那本身老板娘的先生是英国人 所以呢 泡的咖啡也好好喝 就是很有欧洲的风情 所以这些都要另算吗? 就在民宿的房间里头 而且还蛮便宜的 就预算蛮便宜的 那第二个呢 他比较算是有饭店规模的民宿 但他也是有点 也还是民宿啦 但他是比较饭店规模 他叫做微光 微小的微光灰的光 很棒啊 感觉微光乍现 对啊我跟你讲喔 我呢 那天晚上呢 睡觉前的话呢 我稍微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外面的山卵 就是他有那个 你知道现在天越来越晚黑了 即便黑了以后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光线 还是可以有看到山形 看到山形 然后呢你就听到 哇我第一次呢 在台北呢 以外的地方 听到那个完全的是 那个青蛙的声音 会被他们吵到 聪明鸟叫 我想说等一下 可能要戴尔塞才能睡 但是太热闹 就是全是 交响乐 全都是交响乐一样 所以呢就好像 然后呢 看着远方的山卵之外的话呢 看着远方的太平洋的 这个海平面上呢 有微微的光线 所以你突然觉得 微光这个名字取得好美 真的真的 而且你知道微光 其实不限早上晚上 就是日落的时候有微光 星星也有微光 月亮也有微光 所以就取得好浪漫 这个民宿真的是 就是他比较有规模 那房间的设施什么的 都比较像是饭店 有一点点的大 但没有到很夸张的大 然后呢 这个他自己本身有挖人工池 什么大池小池 还种了两只梅花鹿 还有游泳池 所以他说他比较像是有规模的 那是梅花鹿 不是 种了那个洛宇松 跟养和养之梅花鹿 梅花鹿种下去没当 那会被敲 保护宇松搞 可以有点陆荣收获 所以这个民宿的话呢 我对他的印象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是我对花东的 住宿的印象改观 然后呢 我同时因为这次去了嘛 所以呢 一路上就看到很多 这也是什么民宿 这也是民宿 我发现台东的民宿 还真是 对你知道其实我 这边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呢 我们在都市丛林里头 住久了 你可能觉得什么事情 都是高大上 就是可能要很时髦 可能要很科技 可能要什么 但你到花东一带以后 你真的就是所谓的 清静大自然 那个老实说 其实以前是 花钱也买不到 对没错 因为他真的就是 所有人所有嘛 比如说我有一块田地啊 我有一块种植香草 像上次我们去花莲的央月迁徙 他就有一个好大的像欧式的那个庭院 好吗 我下次想去 真的真的 我觉得可以 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分享一下 然后他的 像我跟蓝轩啊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南方航空的蓝红啊 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很多的香草回来 然后就是那个草甜到 就是你直接不用加糖 那就吃到嘴巴里就超级甜 提到吃啊 各种果子 我这次啊 也对台东的食物大为惊愿 台东有什么好吃的 我这次呢 可是我不想分享 因为太好吃了 你要看看你的肚子 没有 后来 好吃到你知道吗 我们回城的火车上 你知道我们超忙的 你知道我们在干嘛 不是不能吃吗 我们没吃 我们在忙的订辣椒 这样订吉 这样订重吃 对对对 剥皮辣椒 他的那个 他没有 这个餐厅很特别 他其实叫做这个 红昌客家菜馆 那这已经是第三代了 能够一个菜馆经营三代 就表示他一定有很好的口碑 这边很多客家人对不对 对没错 那这个客家菜馆 你知道你对客家菜的印象是什么 是不是有点咸 对 比较咸 比较咸 然后就是要有点嚼劲 有点嚼劲 我告诉你哦 他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客家菜 嗯 这个厨师呢 他用了大量的 叫什么 红昌 红图大展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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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盛的昌 红是宝盖红 哦 红大的红 红大的红 然后昌盛的昌 然后这个菜籽家菜馆的话呢 已经第三代厨娘了 那所有都是自己做的 嗯 那比较特别的是呢 他用了大量的花东地区的蔬果入味 比如说呢 像我们吃那个 番茄炒蛋 番茄之外 就吃到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他加了百香果 咦 番茄炒蛋 你们可以加百香果啊 还有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龙须菜 他淋了火龙果酱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好有创意哦 那个什么鸡的话呢 里头塞的是凤梨 他就用大量的 就是水果 蔬果去入味 所以我第一次吃到客家菜 是完全不咸 你知道 那时候带我们去吃的这位 就是我们的团员 舒胜姐 他就说呢 啊我们那个什么 一定会剩很多菜啊 什么什么 你知道我们吃光光 哈哈 本来以为我们会剩很多菜 结果我们全部都吃光光 然后一滴都不剩 然后好吃到呢 我马上说 老板娘这辣椒酱好好吃 有没有卖 老板娘说有卖 那吉酱有没有卖 吉子酱嘛 就那个吉酱 他吉酱你自己做的 我不好意思 这比较难做 我们都自己用都不够没有卖 后来你知道 我们就苦苦哀求 他拜托啦 拜托啦 我们这辈子会想 后来呢 他就勉为亲爱 只要卖我们 所以我们就定了 然后接着呢 那个什么 他说我们会有粽子 二话不说 粽子来来来 马上要粽子节了 而且呢 他还有麻辣粽 二话不说我也定了 麻辣 所以今年的粽子节 你应该鼓励他们去比赛才对 其实真的 花东一带呢 其实真的有好多的 这个新鲜的食物 包括像我这次 我其实也买到了 那个凤梨豆腐乳 我觉得也超级 好好吃 然后我就用它 我在减肥 但是我还是用它 在早餐的时候抹了馒头 好 我们还有九秒钟 就要那个进广告 但是下一段的时候呢 胖达可以好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吃千万不能少 而且要吃的尽兴 马上回来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花东话我 刚刚我们有朋友在问说 你那个 说的古道是哪一个古道 呃 就是古道啊 哈哈哈 是哪一条古道啦 我等一下google问一下 好啦 google问一下 或者是你打电话问一下 要问一下山叶村的村长 那个什么古道 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是古道啊 哈哈 每一条古道都有都有名啦 听到心都要飞了啊 所以大家其实真的都觉得好好玩 你看好多人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然后因为胖达现在 我们其实要珍惜他在台湾的时间 他才可以用力推广台湾的旅游 对啊 而且因为他有很大的影响力 你知道他以前在雅虎奇摩上面 因为他发表部落格的时候上百万人追踪 后来他不做那个雅虎奇摩的部落格以后呢 他其实自己呢就是 就过气啦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过气 你的人气永远在 而且很多像是我自己那个 就是传播业界的像老补啊 这些好朋友 都喜欢跟胖达出去玩 而且听说你也跟姚舜舜哥也认识 咦 对啊 我们上次在那个邮轮上面也认识 现在听到邮轮好害怕 哈哈哈 但是其实真的我们等过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疫苗也出来以后 我们还是可以恢复我们的 对没错 对 你们不要去鸿昌吃饭了 这样万一他以后不接受我的订单怎么办 我还要跟他订辣椒酱 吉酱还有粽子 你又故意讲这么大声 哈哈哈 我没关系 好东西要跟老板娘 老板娘姓钟啦 不要打给他啦 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就希望鸿昌可以开分店嘛 我好想喔 是不是在台北开 欸你可以代理他的吧 我好想喔 你代理他在台北 但他说没办法 他们的都要自己做 没办法 他把原物料加倍给你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其实花东有一代 他们有很多的那个 而且我们这次还买到一个面包 好好吃 那个吐司 红豆吐司 我第一次啊 吃到红豆吐司的吐司啊 满到我一口咬不进去 好满满满 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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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爆料 我就觉得花东的那个东西是 而且你不要看人家 你觉得平常他觉得他比较偏 人家好有创意 你有没有喝过快木咖啡 创意就这玩意 你知道这玩意啊 那再看看是什么 这玩意很特别 好 众个人喜欢我们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见到你 胖达大家来的这个台东花莲 轻松小旅行啊 其实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自己有长一点的假期 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 long stay一下 一个礼拜 可以 但如果你假期不多的话 三天两夜我觉得也OK 精致 別跑遠 而且呢 我本來以為啊 台東啊 或花蓮啊 車程式就是那個 遠得要命的王國 後來發現呢 其實 去兩趟也覺得OK 也OK啊 就覺得還蠻方便 而且 而且有些酒店 他都有接駁車 對 然後他吃的 那個CP值很高 像我們剛剛講 那個紅昌啊 你知道呢 像我剛好七月份 有一組團員們 他們想去花蓮 去台東 欸 你沒有失業嘛 照樣吧 七月十一號 台東熱氣球節 正式登場 所以呢 他們就想去看 這個熱氣球啊 那我就剛好 就跟那個紅昌 那個客家菜老闆娘 在訂那個 包廠 沒有包廠啦 就是說 欸 我想跟你訂桌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說我的客人 就是想要 餐標高一點嘛 他就抱了餐標給我 我想 哦 好便宜哦 這個叫高哦 沒有啦 我沒有這樣講 他就說 他就抱了三個餐標 說 蛤 我說蛤 我說最貴的 我就直接 二話不多說最貴的 你知道啊 大戶啊 那個 十幾道菜 嗯 滿滿的一桌 然後當然都是好料到不行 嗯 一個人他跟我說 參票只要六百塊 哦 哇 是六百塊 那我下次要跟你去 歡迎歡迎 我要跟你去 樂氣球 7月11號登場 台東 那那個時候會人山人海吧 呃 建議大家可以 分散一下去 它只有一天嗎 沒有 樂氣球從7月11號開始 一直到8月底 然後每個禮拜六會有 呃 但是想去禮拜六 為什麼 因為禮拜六的話 樂氣球會放煙火 跟晚上7點會有燈光秀 嗯嗯 就只有在禮拜六 對不對 在台東的路也高台 哦 所以如果 如果你不是為了 看那個燈光秀的話 平常日去應該就不會這麼的多人 嗯 那我們剛剛介紹那個紅窗客家菜啊 那另外你知道 還有一個餐廳我也很推薦 嗯 叫做阿虹的魚店 在富山漁港 是我們那個帥哥阿虹啊 不是 哈哈哈 富剛漁港 那個阿虹不輸 那個阿虹哦 我沒有騙你哦 兩個阿虹的 它是那個muscle阿虹 我們那個 那個阿虹的漁店啊 嗯 富剛漁港我也去了 但是我沒有我沒有注意到我們吃的是哪家 叫阿虹嗎 阿虹的漁店 然後它很特別就是每天早上這阿虹先生呢 他會去早上就去漁市場去買貨 所以呢 你只能跟他訂 就是今天有幾個人 你不能決定你要吃什麼 因為阿虹會跟你說今天有什麼糊啊 就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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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桌上 就在桌上 哦 台語還有加英文 就是在桌上 在桌上 所以你吃什麼東西 吃什麼東西就看桌上 所以呢 每天早上的話都會有 所以他其實有的時候是無菜單料理 嗯 他有菜單啊 就是他今天抓什麼 他就寫在黑板上 就比如說這個是什麼什麼寫在黑板上 我跟你講哦 他的魚雜炒麵 媽呀 魚雜哦 對我個人呢 其實對魚沒有這麼的熱愛 我喜歡這海間 但我不喜歡吃魚 可是魚雜炒麵 你知道我一個人可以吃到四碗 啊 好好吃 當然是小碗啦 就好好吃 就是你可以吃到什麼魚乾 什麼各式各樣的東西都炒在裡頭 然後呢 阿虹本身是一位熱愛健身 他每天 就是下午兩點就是餐廳關門的時候 他就去台東市的那個健身房 one more two more健身 所以呢 你只要讚美他身材 他都會多送你兩顆 啦 啦 就是他就很喜歡那個 啦 啦 就多送你兩顆啦 然後他的媽媽很可愛 他媽媽呢 就覺得自己兒子帥的不得了 說哦照一張不用錢 照第二張 問阿虹要收錢囉 哈哈 自己是偶像名 但很好吃 我跟你講 嗯 那個富山雲港 一排餐廳哦 我剛好去上廁所 因為廁所沒有要去那個坐船的碼頭 去上廁所 就經過了其他餐廳 就他生意最好 真的 所以其實真的試貨的人還蠻多的 然後呢 你知道我們十個人啊 吃了一桌的菜 吃了一桌的菜 吃八百 你知道多少錢 你猜多少錢 一桌而已 一桌 六千 一千七百五十塊 哦 超值對不對 對 真的什麼都有嗎 有魚有蝦嗎 有魚有 有蝦也有 還要什麼 你要什麼 螃蟹 沒有 哈哈哈 要不然這樣子的話真的是 不可能一桌才一千桌 有蝦啦 有蝦啦 這樣還是很超值對不對 很超值很超值 非常超值 而且還有魚炸麵 嗯 對啊 就真的很超值 這個很超值 非常超值 所以我蠻推薦 那另外還有一個餐廳 我也很推薦 叫做沙巴樣 它就是原住民料理了 OK 然後原住民料理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 嗯 味道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點點 野菜味 野菜很好啊 我覺得 但是 又是一個 加了一堆水果的原住民料理 所以 又是一整個清爽到不行 叫 阿沙巴 嗯 沙巴樣 叫做沙巴樣 哈哈哈 什麼阿沙巴啦 我們兩個老人吃的 哈哈哈 那剛剛我們介紹的 紅昌客家餐 還有這個沙巴樣 這兩家餐廳 都被台東市 呃 台東觀光局選為 最具台東代表風味的餐廳 那就一定要去 這兩個都蠻推薦的 所以一定要定位 一定要 對 也是要 你真的要定位 而且呢 很好笑 那個原住民有 原住民舔身的 呃 藝術美感 他在牆壁上面寫 就會寫說 哦 這個會喝醉 然後這個會喝清醒的 哈哈哈 哎 你不是說台東現在有很多的 有創意的東西 你還特命拿出來了 對對對 哦 怎麼拿 停了這麼大一包 這個老闆娘 不太希望人家介紹他 因為他都做不來了 哦 哦 我們還是介紹 哈哈哈 好啦 是這個袋子 還是袋子裡面的東西 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 就是台東有很多 這個是麻編的 對 可是你看得出來 他是原民的東西嗎 看不出來 我覺得就是很文青啊 很有質感對不對 對 對 他這個牌子叫做棉麻屋 那老闆呢姓龍 老闆娘姓龍 然後呢 當時就是 背面有花樣嗎 沒有 哇好清爽 當時就是那個 嚴長壽先生鼓勵他說呢 我覺得你的方向 很棒 你就開始去往這個方向做 所以他就鼓勵嘛 山上的這些媽媽們 真的 都是手工的耶 所以都是山地媽媽們做的 都是山地媽媽們做的 都是山地媽媽們做的 然後因為有時候原民的東西 會有點太就是風格了 所以呢 他就鼓勵山地媽媽媽們都吃這種 清清爽爽的風格的東西 素一點的 素一點的東西 沒想到造成大受歡迎 你知道店裡頭啊 那個 他看起來好扎實喔 很扎實啊 而且呢 而且布料也好好 就是這個是棉布耶 然後店裡頭呢 你會第一個 你會看到一個媽媽在那邊手指 然後第二個的話 大部分東西全都是要訂做 因為呢 大部分的東西呢 都被人家買光了 那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 原民的東西多少錢 他故意的 他就把價錢訂的 比較高 他說呢 這個錢的話 有一部分是要給媽媽的 那另外當然是 維持店裡頭的經營下去 所以 他並不是便宜的東西 但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有質感 而且是很幫助 而且他真心可以用很久 真的可以用很久 一看到他就可以用很久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台東這幾年 不管是在設計上面 還有吃的上面 還有住的上面 都讓我大大的歹觀 所以呢人家說 那個 三個半小時的車程 一點都不遠 就真的好像是後花蓮 我真的覺得其實很適合 你看台東花蓮 其實第一個是好像好水 第二個呢 他們的活動也多 然後他們現在還有什麼石雕節 而且七月份開始 可以幹嘛你知道嗎 七月份可以 衝浪 可以 然後七月份還可以 去坐船去看特有的 黑巢下的什麼 什麼斑點海豚跟虎鯨 唯虎鯨 就是可以看金魚 所以七月份接下來 就是進到旅遊忘記了 那接下來 不管台東有所謂的 樂氣球節 那還有那個可以出海看金 那另外的話 八月份登場的金針花節 所以你可以看到滿山片也金黃色的那種感覺 沒錯 所以接下來七八九月 肯定是就是台灣後山的旅遊忘記 好啦胖達其實這一段時間待在台灣也沒閒著 我看他玩的也滿豐富的 就讓人羨慕嫉妒恨 好 那今天的節目在這個地方 直播就要抽獎囉 段落了 好 所以臉書上的朋友不要走 那收音機朋友 謝謝你們的收聽 我們來聽聽魏佳營的東東路 四點十五二拳主持的沒事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oh yeah 臉書上的朋友 來抽獎了 好我們要從最前面開始 好 因為今天留言的人好多 好很多人 走點 現在了嗎 對對對 321點 我們的遊戲規則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是現在要閉上眼睛 我不會偷看 然後呢我們秀遠姐呢 她會滑 然後呢她滑到的時候呢 我說停 然後呢指導的那個人的話呢 就會送出今天的就是這個降溫傘 Restory的降溫傘 那輪數沒有破300 所以今天只有送一支囉 對 差一點點就破300 有點可惜 好了 一二三 走 停不行 你要戳 我要戳 等一下等一下 321走 好停 停 好來 Peggy Peggy跟你說生日快樂 對 對 跟我說生日快樂的Peggy 對 謝謝 耶 謝謝 然後也謝謝胖達 愛的傘 謝謝 愛的小羊傘 謝謝大家 我們等一下會跟你聯絡喔 我再把傘寄給你了 謝謝Peggy 謝謝 拜拜 好的 感恩 謝謝 哇 沒錯